为了对国营销监控宽布顶理念 军林管政府日前基拜 军林营销农业军宽布 通过营锐主宰选择设计者会 邀请全国都家通路业职 跟军林农山地団委 共同选事推动配合 所用事物会等营锐主宰 这些农业所谷包裁回收 对比债利用 由于上远农山品包装定最起 打着营销农业 永续农业赞 云林上场赞 现在军林农山地団委 以及全国很多竟的业务 做回来签名并参加配合所用 事物会等分解的主宰 这些农业所谷包装材料 细修作品还在利用 现状就等待利用 对比处理期之后 大概两天就能完全行为优企团 针对所有的这些 无论是从前端 所有的农业地磨 或是塑胶磨 或是到末端的所有的这些包装的资裁 能够鼓励我们的民众 鼓励我们的农民 尤其云林县政府 跟所有今天很多的店家 共同来媒合 展现我们的决心 所以我们在可分解 以及可回收的 这个部分的资裁 那我们希望未来 大家都能够广为使用 不但能够创造 经济循环再利用 这样的一个政策跟策略 那也可以减少地球暖化 也可以减碳 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未来 符合我们联合国 永续发展SDGs的一个 减碳净零排碳 甚至负碳的一个目标 民众过来不片时 所有使用的包装品 都是不能分解 你现在英雄团队观点 越来越是行 为此困难管政府基盤 困难英雄農業团队 可分解主宰 算是既加贵 他就要赚到 联绍桥齐 钉钉十多个小孩的业价 作为推动可分解主宰包装胸品 这个已经碎掉了 毁生活就会消化它了 如果给它发电浪漾 希望人类文明 不要做回头路 我们把这些包装 好好的处理回来 处理到土壤里面 做成有机肥 其实朝着我们所谓的 零费器物的一个线 在努力 配合联合国担的 日空302SDGs联合国 环境影响观点目标 这个中心环境不好 这次困难管政府 特别跟中华民国 宽布新物科分解 材料客戈合作 共同新物科分解主宰 为此作完成的那一期 就已经开始分解过程路 所以我们今天找了 非常多上的业者 然后以及我们生产段的 这些一级的生产 然后以及包括在二级 相关上的一个加工之后 然后这些合作社 还有我们的农场 然后透过这些包装 然后送到我们的通路里面去 然后全部的东西 都希望能够去做可分解 跟可降解的相关上的一个材料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回到我们的这个土里面 做成相关上的一个肥料 包括这些所有的东西 至少都可以减掉百分之三十 结合国统统的业者 供应当委 以及去业相加 利用共同来推动 为了相信我 必须爱的农生品 包装来做起 他过时用科分解主宰 包装相片 民众在平常时 就能做会减团做宽布 既责定贵族藏不得